那那找我老快好了 我等下也要鼓起 好 好 好 大了一会就大了 大家好 我是盛景雅就 现在我还是在青浦的白鹤镇 等一下要去坐一辆公交车 那么公交车会带我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拍摄的这个价值 好吧 等一下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去看一下 好吧 应该说是会不需此行 我要做的是白鹤四路 这个四路等待时间太长了 将近一个小时一般 等到花耳朵卸了 好几辆车来了 就是这个四路不来 哎呀 初次来了 等了比我多年送到的 嗯 大家看一下 现在车子已经完全把我开到一片农村地了 这个地方确实挺偏的 谢谢 我要来的地方终于到了 看到对面停泊的几艘船吗 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 那么我现在到达的地方是半师渡口 啊 那么这个万师渡口呢 是上海境内吴松江上最后的一个渡口 对吧 吴松江和那个苏州河是相通的啊 看看这里的渡口作息时间 早上六点钟到晚上八点钟啊 吃饭时间是十一点到十一点四十五分啊 河对岸那些高楼大厦啊 就是昆山花桥 他和这里清浦的这个农村啊 形成了一个相当鲜明的一个反差 船启动了啊 船这个船启动的声音听到了 这个马达声音听到了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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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像这种百度呢 一般性人肯定很少做 对吧 那我今天呢也是带着好奇的这个想法啊 到这边来体验一下 他这个开船的师傅肯定是看到我的 所以说现在过来的 这个船很小的 很小的一种船 就拉了一个人拉了一个人过来 好 Soled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坐这个船的人很少的 我说现在坐这个船的人很少的 对吧 我体验一下 多少钱 两块钱 找哪里 付现金的是吧 他这里是付现金的 并不支持手机支付 还有一个人 又有一个人来 花桥的房子漂亮吧 不过这个房子有点像金四房一样 哎呦 团开的时候 船开的时候空气特别好 到了这个万四渡口之后 再朝前面走一走 就是昆山了 现在这里还是青谱 对吧 大姐对吧 我说现在这里还是属于青谱 要往前走一下 还到里面 单轮是两块 电动车加一块 三轮车加一块 大型三轮车加三块 虽然说就这么过一下船 但是还是很有意义的 也是挺好玩的 然后他这艘船又要到对面去接那个乘客了 我帮大家说一下这个船的这个时间 他就是看到对面有人了 他在这里就会过去接了 看不到人 他就一直停在这里休息 对吧 就基本上就是喊一下师父过来 他船这个船就开过来